这是我们的芒果牛奶冰 澎湃创冰点缀当季爱闻芒果 夏季限定的芒果牛奶冰上桌 热热的天 这一晚吸引满满民众来上一口打小鼠 妈妈好吃吗 很热很闷 就是在外面走一走 我就会觉得全身都是汗 吃多久 十几 二十年有了 这会透露你 我这个是乌梅牛奶冰 我觉得酸甜爽口 很适合夏天 台大小园旁将近七十年的老冰店 古早味是许多人学生时期的回忆 除了芒果冰 最热销的还有招牌八宝牛奶冰 红豆 绿豆 花生统统有 对啊 我比较怀念这个味道 就是好像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除了古早味以外 它的CP值也蛮高的 对 还蛮好吃的 古早味冰品大多百元有找 不过今年敌不过物价压力 芒果牛奶冰小涨十元 因为疫情过后 夏天本来生意就有恢复一些 那现在天气又比较热 当然生意会比较好一点 那店里面的招牌 像现在夏天芒果是当季的水果 所以芒果牛奶冰卖得非常好 其实都有涨一些 那你说砂糖从九百多块 现在涨到一千五百块 这涨了非常非常多一袋这样子 另外一头永康的冰品也很有创意 炙烧烤布雷放在日式创冰 口感绵密 视觉也很吸睛 淋上芒果酱 覆盆子酱 里头还吃得到茶凍 汤圆 年年夏日业绩已经成长一成 还有韩国香港的观光客 慕名而来 香港来的 结束了 就是凉一点 IG上看到 然后Google评分很高 所以就来 抵挡不了极端高温 酷热天气 没关系 吃一口夏日冰品 清凉消暑器 欢迎新闻杨阁 邱子凌台北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